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用科目的信心求你的话语 求神自己对我们说话 让我们可以学习你的话语 我们可以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感谢主我们这样感恩祷告 奉开书名求的 Amen 今天的题目是 在上帝面前恐惧占尽 在上帝面前恐惧占尽 经文是从出埃及记第十九章 出埃及记第十九章 请弟兄姐妹们先读出埃及记第十九章 各位弟兄姐妹们 在迎接一位受人尊敬的人得到来时 我们需要尽可能做好准备 不仅在外表上 而且在精神上也要做好准备 如果出席的客人是州政府官员 我们还需要了解使用他的规则 当我们要迎接上帝的时候 我们得怎样的态度 我们得怎样做好的准备呢 当以色列人在西乃山 摩安寅时 神宣告他的旨意 要使以色列成为他的宝贝 如果以色列人全心全意地听从上帝的话 并持守他的乐 这是可能的 摩西将神的旨意传达给以色列人 这个国家表达了他有能力 去做上帝对他们所说的一切 上帝真的很高兴出现在西乃山上 摩西也邀请以色列人站在西乃山脚下 与上帝见面 甚至摩西也被允许上到西乃山与上帝见面 并接受以色列人必须遵守的命令 各位弟兄姐妹们 为了迎接上帝的存在 以色列人必须使自己成圣 这些净化仪式包括洗衣服和清洁身体 以去除以仪式上不洁之物 解除过的任何痕迹 因为上帝的圣洁不会与人类的罪恶和不解妥协 任何接触到神的圣洁的人都必须死 作为信徒我们必须过圣洁的生活 因此作为上帝赐给我们的恩典的结果 我们需要在光明中主持我们的生活 并顺服上帝的话 各位弟兄姐妹们 以色列百姓黄沃不安等候上帝勤灵 在等候之时 或许他们心里寻视上帝从天而降时 何事将发生 那时刻终于到了 第16到第19节 上半节如此记载 到了第三天早晨 在山上有雷红闪电和谜云 并且脚深深大 营中的百姓紧都发战 摩西律邻百姓出迎接上帝 都站在山下 西乃前山冒冤 因为也好在火中降于山上 山的烟气是上等 如烧药一般 边山大大的震动 脚深渐渐的高升又高 那日以色列百姓所见的是 他们平神未曾见过的上帝大能显现 是最令人惊悚的情景之一 有雷红闪电 密云 神大的脚身 烟气 火焰 和地震 西乃山 其壮可不 以色列百姓心中 笼罩之恐惧感 全神赞斗 第16节那边说 营中的百姓 十八节重复说 中百姓就都发战 远远的战力 他们远离那山 要摩西和他们说话 而不愿上帝来亲自 与他们说话 恐怕他们会面对死亡 就远摩西自己也 审视恐惧占尽 西乃山上 凸现的那一幕反映了上帝 招呼寻常 那一系列自然 显像 显示出上帝的尊贵和大能 不同凡想 以色列百姓 并没看见上帝 他们所见的是 解释上帝荣耀的自然景象 先前 以色列百姓 也通过上帝将下的 实在和上帝分开 红海见证上帝的荣耀 他们在旷野时 也通过云柱和活柱 见到上帝的荣耀 然而在西乃山 他们亲眼看见了 更为惊醒 通过的 上帝荣耀的展现 上帝清零 西乃山时 有荣耀伴随他 今日上帝的荣耀 依然不变 我们都看不见上帝 假如我们得以 定睛仰望 坐在天上 宝座的上帝 也将 以实在 西乃山的 以色列百姓 一样看见上帝的荣耀 各位弟兄姐妹们 你对上帝的荣耀 如何反应呢 当我们看到上帝的荣耀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时候 我们怎样来反应呢 或许圆圆站立 还是夫夫上 下敬拜 还是称颅上帝的名 赞美祂的名 哪一个是我们的反应呢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佛 我们感谢祢 我们晓得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祢给我们看到 许多 祢的荣耀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主啊 我们感谢祢 当我们看到祢的荣耀的时候 让我们可以 服服下敬拜祢 可以歌颂祢的名 可以赞美祢的名 主啊 我们将我们的生活 来献给主 做圣洁的活祭 让我们走到哪里 我们的生活都 可以让人看到祢的荣耀 感谢主我们这样感祷告 丰开学名求的 Amen 上帝祝福大家 我们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